我们正阳县 金家寨镇 这场十二山鬼的村民 今天全部下山了 咱们这趟下山 就当是 为镇里的官老人们 演了一场 俗贫搬迁的戏 现在的情况就是 十二户 只有一户做了签约 这山上只有 吴家村的房子 你只有八房子呀 咱们又下档了 他们出去 把咱们老房子去了 等一下 我们一会儿 都不上这儿待了 走 你这是典型的 行政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就因为这一次活动 就把你给免职了 吴家村的村民 长期靠身上的 茶人而受过 搬进下山 足利可想而知 我的战略问题不解决 我不下山 我们这是扶贫 不是群众淘阶史 关系的老百姓 切身利益的问题 必须要彻底地解决 这才叫扶贫 我们班级 但是另败选持 你们俩是真够绝的 我们吴家村跟李家村 之间有过矛盾 那两伙人 你不可能在一个锅里吃饭 那更何况住在一起 告诉你这 都省力告诉你这 你小猫丫头 不自量力 这说明你想得不够周到 照这么说的话 这个镇长我当不了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 该说的话吗 我是党员 我是想要我本身做事情 但我也是个人哪 我们俩不合适 可是我喜欢你啊 我就是一个 被当过了婚姻大师 把他交不着地的 一个基层干部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我们这个家 是不是真的需要 我和丫丫 马来 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你在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比丫丫更需要爸爸 再见吧 沈仙长 咱们共同努力 共同进步 下温村所有自罪意义上的岗员 前往金刚台 不压惑助人 我们干部属的唯一是什么 就是为老百姓服 直到所有的问题困难 都解决了 大家才心甘情愿地搬下山城 开发金刚台 修建高山一国 度假胜敌 这个事几年前就定错了 这个项目 必须调整 发展 不能靠破坏生态环境了 您就是按照合同执行 也没人能挑出你的暴力 一个破旋征 能翻准断啊 我们讲究的是 做事情问心无愧 国家的富强 我们实现了 我们中华民族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们搞脱平攻坚 搞乡村镇基 就是为了实现 我们先链们的理想 让它开花结果 我们都忽略掉了 我们郑阳仙 自身的一大特色 红色基 我们要搞红色旅 你的这个主意 挽救了咱们的合作 把金刚台山地区 开发城具有大别山区特色的 红色旅路线 大别山新刚台 红色旅路线一期工程 今天正式动工 集资建茶厂 咱们村也有这么好的厂子了 申请把咱们的夏晚村茶厂的 正式作为红色旅路路线的 一个终点站 这给咱们夏晚村带来的收益 将会远远地超过茶叶 这个世界上缺的不是钱 缺的是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和向往 为什么不能闯出一番 属于我们自己的誓言 省势太多巧了 工程车辆根本就上不得去 只能靠人力 先开出一条道来 如果在大雨来之前 这条路学步好 那以后的时间就麻烦不大了 红色流路线是咱们自己的致富路 大家冒起兄弟 加油干吧 给大家争了大包子和小米商 今天广告 有了大包店里 我们干到天亮都不值得嘞 金刚台红色流路线正式开通 今天沈县长直播带货 卖出了茶叶 刘凯丁 我们郑阳县会更加美丽 我们的农民兄弟会更加富裕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上下一心 发扬为您服务的独子牛精神 创新发展的拓荒牛精神 坚持愤怒的老荒牛精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战党 任何一个国家能这样做 都用全国家的力量 来帮助贫困人口投票 对老百姓 对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作用 这样的情怀实际上 它就体现了国家的情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